他们这边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 晒这个鱼竿 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小村里都在晒鱼竿 他们这边有晒这个马胶鱼 哎我挺好奇的 所以说今天我来这个鱼村里 看看什么情况 你好这是马胶鱼吗 这就是马胶鱼 这个马胶鱼大很多 看着就应该很香的 这马胶鱼多少钱一斤 一箱五支呢一百六 五箱一箱五支一百六 一百六和五支 今天喝多少钱一斤 还有烤的 还有两百多的 还有好一点的时候 往抓的就平一点 就往抓的平一点 有钓高的 我们钓起来就轻轻的 要轻 哦哦哦 因为钓的就贵一些 往抓的就便宜一些 人家这个都是往抓的 没有这个是也是 这个也是往抓的 但是这个在他的品种是跟一样的 品种的一样 哦还是跟品种啊 这个马胶鱼我们在市场买是35亿 当然可能是品种不同 其实可以买了 就自己切 然后自己量 嗯 他们这卖五十 卖五十 哎呦这是鱿鱼啊 嗯 咱们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个鱿鱼干跟那个 对就这个 差太多了 他都不不一样吗 不一样 看着都好香啊 对 这个鱿鱼干你们怎么卖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二十 二十 二十是吧 嗯 咱们在超市买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对 也不对 但是但是这个鱿鱼干应该是不能生吃 可以生吃吗 不能生吃 不会普通话 啊不会普通话 这个鱿鱼干应该是 他们做汤用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玩意该怎么吃 反正我是不知道 我感觉应该是做汤吃啊 大家看看 他们不光晒鱼干 他们就还晒冰榔 可以看 这一个个的都是他们晒好的冰榔摆在这里面 所以说他们这边属于什么 万物皆可晒 哈哈 什么东西都能晒得了 晒冰榔 估计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 携带比较方便 带走的用 这个冰榔还是很贵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冰榔 冰榔树呢 也在海南被誉为 摇钱树 现实版的摇钱树啊 这个冰榔贵的时候 可能是三十五十一斤 便宜的时候 可能是十块二十块 我们前些日子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冰榔 三十五块钱一斤 比肉还贵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鱿鱼鱼干 在这个市场里卖的到底有多贵 那天我去问了一下 这个鱿鱼干 他们市场的零售价格 应该是在一百五到一百四左右 一斤的价格 一斤大概十几片 而那个鱿鱼就是鲜的鱿鱼 就是晾干鲜的鱿鱼 他们的价格应该是在 二十块钱到十五块钱左右 一斤就那个大小的 他们说一斤大概能量出 十四 应该是十四片到十二片左右 就是这个规格 应该是在市场 应该是买二十块钱 刚才那个阿婆 可能是没听懂我们说的 她认为可能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告诉我们的意思 就是二十块钱买的一斤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理解的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大家自行算一笔账 就是这个量鱿鱼干 它到底挣不挣钱 能挣多少钱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 这是不是一个创业的好机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时候就结束了 如果说喜欢的朋友 就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